就是為什麼刑法要特別把正當防衛這個概念 規定在條文當中 然後說只要符合這樣的要件 它就是一個合法的行為 為什麼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去探究它的法理基礎 它的法理基礎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法確證原則 單純看這個名詞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什麼叫做法確證原則 它的意思就是說 個人為了去保護自己或者是第三人的權利 個人為了去保護自己或者是第三人的權利 它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國家容許它以私利救濟的方式 來去達成捍衛法義的舉動 這個就叫做法確證 所以在背後的概念就是什麼 背後的概念就是個人 他為了去捍衛自己或者是第三人的權利 然後呢 他在國家 這個 允許私利救濟的範圍內 對於法醫的侵害呢 進行的反擊行為 那這個反擊行為其實它就是一個所謂的護法行為 就是他為了會保護法秩序 保護整體的法秩序 基於這樣的一個宗旨 他來去從事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基本上實行正當防衛之人 他都是站在法的這一邊 他都是站在法的這一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法確證原則在學說上 又會發展出所謂的法確證利益 這裡的法確證利益的意思就是 個人 他在捍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 他本身是站在一個保護刑法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那 這個法就站在他這一方 所以在正當防衛的概念之下 在正當防衛的概念之下 既然這個行為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然後刑法在特定的情況下就容許他這個行為 不會構成刑法上的犯罪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這個要推出來一個結論就是 既然正當防衛他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所以他為了捍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 為什麼他要捍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 因為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遭受到特定行為人的攻擊 所以他才要捍衛 他才要捍衛 他不會無緣無故 沒有事就是去主動積極地捍衛自己的權利 不需要 一定是遭受到一定的攻擊 所以第一個從這樣一個概念推導出來 第一個在正當防衛適用的前提 這個行為人他因為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所以他一定是正的這一方 然後他捍衛自己或第三人的權利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護法 因為有人來攻擊 這個要違反法秩序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什麼 以正對於不正的行為 進行反擊 他是站在法律的這一方 然後來進行反擊 所以適用前提一定是以正對不正 第二個 因為他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所以無論如何 只要你符合23條的規範 基本上我們就會認為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直接阻卻違法 所以在結論上 他無需進行利益衡量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剛剛不是講實質違法性的核心概念是利益衡量嗎 為什麼這邊有講無需利益衡量 無需利益衡量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是一個自明之理 不正之理 為什麼 結論是無需利益衡量 但是你要透過利益衡量的角度來去思考 他也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為什麼 因為你就要護法者 就防衛者的角度 這個人叫做防衛者 然後這個人叫做攻擊者 防衛者 防衛者基本上 第一個他要防衛的是哪些利益 就是自己 或者是第三人的利益 那因為他站在法的這一邊 所以他一定背後還加上一個叫做法確證利益 那相對於來講攻擊者 為什麼他要攻擊 因為他可能也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之類的 不一定 但是無論如何 他的內涵就只有什麼 自己的 或者是第三人的利益 所以你把這兩坨利益 你把他放在天平上 一定是往哪裡傾斜 一定是往防衛者這邊傾斜 無論你今天要保護的自己或第三人利益 是什麼樣的利益 無論如何 因為你都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你都有個法確認利益在背後為你撐藥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利益衡量 因為本來利益衡量就會直接通過 本來就會直接通過 所以無需利益衡量的意思就是什麼 沒有像緊急避難當中這種橫平性的審查 就是你不需要把你要保護的利益跟你犧牲的利益 這兩者放在法義位階的敲敲板上面 來去掂量掂量說到底犧牲的利益比較重 還是保護的利益比較重 不需要因為保護的利益本來就會比較重 所以沒有橫平性的審查 因為不需要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接下來就會再繼續推導出一些情況 就是 例如說 這個考試上有的時候會考 就是說 對於生命法醫可否主張正當反衛可否主張緊急避難 它衍生出來的考點就是這個 我們講 如果你在這張圖你可以看得出來 只要你是保護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 因為你是站在法的這一方 所以你有法確診利益在後面為你撐藥 所以無論如何 你都可以主張正當反衛 換言之 你這邊自己或第三的利益 如果是生命法醫的話 你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 而去犧牲他人的生命 請問在這張圖當中 是不是有可能成立的 是 雖然生命是無價的 生命是無價的 但問題是說 生命雖然是無價 可是在這張圖當中 你防衛者無論如何都 站在法的這一方 你本身 你在法醫的天平上面 你就會往另外一方傾斜 就會往另外一方傾斜 所以 我們就是說 對於生命法醫可否主張正當反衛是可以的 你可以為了什麼 保護自己或第三人的生命 而在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之下 例如說開槍去射殺 攻擊者 然後導致他犧牲 這個是有可能可以主張正當防衛的 但是 那個界線要拿捏清楚 因為很容易就變成防衛過當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不過無論如何在正當防衛的概念之下 是容許這樣的一個情況存在的 是容許的 可是相對來說緊急避難 正當防衛是容許的 可是緊急避難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緊急避難等一下我們會講 它適用的前提不是以正對不正 它 法理基礎根本就不是法確證原則 它的法理基礎是所謂的社會的連帶義務 等於說 每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有 你可以是無限大的 可是在每一個人的自由 在這個社會上 當你的自由跟他人的自由碰撞在一起的時候 某程度上來說 自由跟自由之間一定會劃定出一個界線 因為你的自由有可能就是別人的不利益 好 隨著 隨著